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定义 比如这个叫 page1.js page2.js page3.js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 这个呢 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下吧 这个很简单的 import react from react 然后是 class page1 extends react.component 然后这是constructor prop as super prop as render return 括号 然后是div o gundi 中一个 控制 和 send Export Default Page1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配好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们复制粘贴一下 这是1 2 那么2里边的话呢 跟那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个呢 这儿要改成2 好 这儿要改成2 好吧 然后Page3呢 是这儿改成3 这儿改成3 这儿改成3 OK 那么这是整个 我们配好了三个component 那么配好三个component的以后 你在这儿呢 也肯定要把它引进来 这个事情跑不了了 Import Page1 就把Page1 Page2 Page3的这三个 什么都拿进来 那这儿就是填一个 那什么进去 这就是Page1了 好 那么填完这个以后呢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挂载点上 如果Page 跟这个挂载点匹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试图把这个东西 挂到这个挂载点上去 那么同理 就是Page2 Page3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这个就写完了 这个会写出来比较土啊 然后大家看一眼 刚才 刚才这个东西是断掉了 我们先试着 去Build它一下 应该没有错 诶 Root is not defined 啊 啊 啊 写 啊 R-O-U-T 拼写错误 然后考了三份 还错了三个地方 那 反正是 这个现在是 呃 LINE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好像是Lint的错误 我们先不管它了 又是他 对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会看见 三个 因为这开始是 啥都没有嘛 那么它显示是Page1 呃 看着不是很 分别很高啊 呃 我们 给它来个空格吧 NB NB S SP 呃 其实应该配那什么 其实应该给它配 那个 呃 Margin 算了 我们图成事吧 啊 分开点啊 这再不行再来点 正常来讲 这个应该拿Margin配啊 我懒得再去写 InCSS了 啊 好 反正开开一点 然后呢 那在这如果点Page2的话 这个就出来了 我点Page3 这出来 那底下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Page1 什么时候都有 正常来讲 这跟我们台词不一致啊 为什么 就是 这这这 这得按台本来啊 这个台本的话 应该是我点Page1的时候 Page1 我点Page2的时候 Page2 我点Page3的时候 Page3 对吧 你要想做到这个东西呢 来讲问题出在这 你要把这写成那什么 Page1 那可以 能做到这个样子 但他 但他底下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我打成这样 他会啥都没有 因为你现在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这个现在的UIL 是一瓶 你发现在一瓶里边 Page1 Page2 Page3 他全都不符合 所以他一个都出来 然后的话呢 这时你点下Page1 Page1就出来 你点下Page2 Page2出来 点下Page3 Page3出来 所以通常为了 我们为了整个页面 看起来友好一点 我们一般会给一个东西 配一个缺省的 就是说 你 但凡你只要配了这个网址 你不知道底 那个文件名 你也能拿对 这个是所有网页通用的一个做法 就好像说你到百度那 你想想 你到百度那 你打3W点 百度点看不 你也没告诉百度 就是要哪个网页 百度确实给了你一个网页 对吧 但你没告诉百度要哪个网页 那么事实上 这个时候 百度能够告诉 能够给你找到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缺省的路由 那么我们应该有缺省路由 但是有缺省路由的情况下 就是比如说 我点到Page2的时候 我点到Page2的时候 这时他的这个UIL是什么 就是杠Page2 那么杠Page2 他既能跟杠Match 也能跟杠Page2 也就是说 其实Page是看说 他是不是跟上面这个UIL 他是UIL的一个前缀 也是可以的 或者他跟他完全一样 因为跟他完全一样 也是他的一种特殊的前缀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时这两个都会出来 那么有的时候 当然我们需要这种功能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 我们觉得这个 出来两个看上很烦 那么在这 我如何让他精确的等于 必须精确的等于 就是你不能说 只是一个前缀 你就给我出来 那这是怎么办 在这加一个 Exact Exact是Exactly的 那个缩写 所谓匹配 就是看UIL 是否 或者是看 Path 是否是 UIL的前缀 如果 加了Exact 那么 就必须 严格相同 好 我们加完Exact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是1的时候 2的时候就变成2了 3就变成3了 而且你还有一个缺省的 在你啥都没有的情况下 它也能出来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的整个这个结果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给出了第一个 完整的这个 就是路由的例子 那么为了那什么的话呢 我们来 把它拷贝一份出来 Ctrl A C 或者这样吧 一会我们重新重建它 这个呢 就变成 0 2 No 它也问我update 是否update 那么在这呢 我再新建一个 一模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未来就是给 就是我们所有的例子 你就把这个一改 然后它就能列到002里面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